好,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谈一个老问题 为了说老话这个东西呢,这句也不太爱谈的 现问第十四,孔子说 有得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得 人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人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 那就这么这样子嘛 这个其实我想要通过这个句子再往下讲几个 我觉得可以往下追问跟深谈出来的问题 第一个,我们现在来看这个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有言者不必有得 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很普遍 嘴巴讲讲讲讲讲 明星啊,歌星啊,政治家啊,啪啦啪啦老师啊 我是老师嘛,我们老师也耐讲话 老师讲话讲了半天,有没有德性 未必啦,这个就不用讲 一样啊,勇者不必有人嘛 很多人拼的钥匙啦,这样拼,那样拼 那个抢什么机票啦 什么什么演唱会,也拼个钥匙啊 勇者不必有人 这个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 当然倒过来就很有趣了啦 有得者必有言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就会稍微顿下来想一下 有得者一定要有话吗 你德性很好,可以不讲话,对不对 德性好,专心做你生命中的德性 为什么一定要讲话呢,必有言 这个就很有意思啊 很多人其实是用这句话来安慰自己啦 因为我有德性,所以我讲你懂话啦 你一定是这个吗 为什么你不是这个咧 是这个还是这个 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啦 一样啊,很多人说 我跟你讲喔,我这样做那样做,我好勇 为什么,因为我是我人心,我的心怎么样 我的心又这样这样,所以就那样 真的吗 你是因为忍者必有勇吗 还是你勇者呢 但不必有人呢 这就人生就问题啦 要不要讲话呢 我们人不都碰到这个问题吗 要不要讲话呢 要不要讲呢 到底我是因为我只是想讲而已 而且我讲的不必有德呢 还是说我真的因为有德性,所以我不得不讲话呢 所以 我们人生在世,常常碰到这种问题 我也很喜欢来 到底到底现在是怎样啦 你是因为这样子呢 还是这样子 是A,B 反正话讲了啦 你是A还是B呢 当然啦,我们可以讲这个世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这个世界大概都是有言者不必有德 真的吗 这个世界很明显嘛 我们这个时代 很会讲话的老师也好 教授也好 名嘴也好 啪啦啪啦 这个有没有德性 这个就很难处理的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想谈一个问题是这个问题 我想在逻辑上对这个问题 做一个比较很有趣的 或者我自己在思考 为什么有德者必有言 我讲这句话 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尊重孔子的立场 我把孔子讲的话 几乎当圣经存在 既然是当圣经的话 那孔子的这个B字对而言 就不是随便乱讲 我们人生在世有时候想乱讲 孔子这个字我就不敢随便乱 决家孔子乱讲 有德者必有言 我把它当作某种称制 我对孔子非常尊敬 我把它当作真理在看待 我试着推敲看看 为什么有德者必有言 这个B也很严重 这个B是必然性 一个真正有修为的人 一个真正有德性的人 他一定会讲话 换句话说 很多人号称说 我很有德性 但我不必讲话 讲话既样那样 那就是没有德性 那就是没有德性 换句话说 有讲话不必有德 没错啦 有讲话不必有德 但你讲不出话来 也一定没有德性 孔子在这边很嚣张 非常斩钉截铁的 把这个道理 谈得很清楚 他是用必有 换句话说 有言者不必有德 没错啦 但是你不讲话 也一定没有啦 就是这样子 因为有德者必有言嘛 必有言嘛 你都没话了 怎么可能有德呢 对不对 但这句话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一定呢 有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 这个人很好啊 这样那样 生命的德性修养也很好啊 他不一定把话讲得出来啊 孔子为什么会这样讲 同样的 很多人其实很好呢 尤其是乡下的阿嬷啦 未必乡下啦 很多老太太啦 或者很多人生有很好的修养 对人很耐思啊 做人耐思很好嘛 为什么一定会有勇呢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其实是很有趣的 有德者必有言 这个地方我要带出来讨论 有德者必有言 放心好了 你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修行人 你如果是对生命德性不断追求的人 你放心好了 即使你这辈子说你都不要讲话 你只是在追求自己 德性累积到一定的地步 自然就会讲话 自然就会讲话 所以这个叫必嘛 必然性才有道理嘛 换句话说 你说修行 你说对生命的德性追求到最后 没有话讲 那你对德性的追求一定有问题 这里有一个勘验的标准 这个地方是什么 防止被人伪装 防止被人伪装 很多人就假装我有德啦 所以我一定要讲话 孔子说不一定啦 有讲话的人不一定有德啊 这个我们现象太多了 但是对孔子而言 修行 修行啊 或者生命德性追求的这个事情 如果你追求的过程是对的 如果你对德性的追求是真切的 生命在德性的过程火火到一定的地步 自然而然 你一定会讲话 即使你是什么口级也一样 即使你不爱讲话也一样 即使你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也一样 那是我头脑不好 我逻辑思维不好呢 德性就是这么厉害啊 德性就是这种威力啊 德性可以改变你啊 对德性的追求不是当个烂好人 不是当个老好人 不是啊 德性很像什么 小朋友吃牛奶 小朋友牛奶吃多了 生命的肉体生命一定会产生变化 除非你的你的你的肉体结构有问题嘛 如果没有的话 一般而言 有喝牛奶跟没有喝牛奶 一定会产生影响 注意哦 一定会产生影响 同样的啊 同样一个肉体生命 愿意追求德性跟不愿意追求德性 一定会有影响 那个影响就跟小朋友喝牛奶一样 是真真切切的 一定会让你的生命产生变化 变化 变化之中其中一个必然的变化项目 就是这个必有言 你一定可以讲话的 这个我之前喜欢讲德性跟学问 德性跟知识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追求德性一定会带动你对知识的思考 对知识的思考一定会让你讲话有逻辑上的清楚 跟什么 合理的表达 所以有德者必然有言 那个言不是嘴巴 那个叫 言啊 他不是 他不是说嘴巴发动 不是说声带发动 言是指什么 谈一个东西嘛 讲话嘛 谈一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让人家觉得是合乎逻辑的 合乎系统的 是有道理的 人家可以听懂你要表达意义 你可以把你内在的感觉进行合理的沟通 这叫言嘛 一般的言我们讲言就是这个意思嘛 换句话说 对德性的追求 会让你的逻辑系统 你对知识的思考 你对于人生在表达 概念上会更精准 怎么会这样 有吗 德性不是让人好人老好人 那错了啦 那是我们这个时代把德性当做只是什么 遵循教条 不是 我再讲一遍 德性至于生命 就像小朋友 牛奶至于小朋友的成长一样 那个必然会对生命产生变化的一种过程 现在只是说 如何追求 那那个是德性吗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个想要问的问题 那是另一个问题 那样子的追求是德性吗 那样子的实践是德性吗 要实践什么 那是另一个问题 谈德性 因为我们这一个时代 很喜欢把德性当做是一种 绑人素人手脚的什么 老规矩而已 胸有地公 为什么胸有地公呢 看到老师为什么尊敬呢 做人的 比方说日行一善好不好 或者说我们德性 在生命中 做人有一个比较 左路很稳重 算不算呢 那个项目很多 对于德性的追求 比方说尽可能不要讲话 我们要诚实嘛 这些都是德性 对德性的追求 基本上是会让生命产生变化的 这是我想讲的 所以你看 诗书 诗书的诗书几著怎么讲 荷顺积中 樱花发外 没办法 德性的追求 生命自然产生变化 必然就出去了 发外 发外最有效到的方法是什么 语言 讲话 必然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自己跟自己对比的问题 你本来不会讲话 你德性的追求之后 你更会讲话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 他生命的历练很好 对德性的修行很有感觉 书不一定读得多 讲出来的话很有道理 这个你也常常看到嘛 对啊 就是这样子嘛 那我们再看看 《倫语的著书》这本讲什么 德不可以义重 故必有言 这只是什么意思 义重就不是乱猜的啦 他不是乱猜 因为不是乱猜嘛 因为德性是一种什么 外在客观的属于人的 注意哦 外在客观这几个人重哦 表示有必然性哦 德性至于人的影响 是某种外在客观性的影响 那是一种外在客观性的影响 所以他不是偶然性的 不是偶然性就不是义重的 所以他必然有言 是强调那一种必然性的东西啊 换句话说 对德性的追求有什么好处 有 有什么力道 德性的威力对生命的追求 会让生命彻底产生了某种改变 这个改变之中的一个项目 展现在整个生命的变化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你真的会讲话 而且这个讲话不是乱讲哦 以前讲话没道理的 以前讲话乱讲的 以前头壳不在在想什么的 透过你对德性的追求 讲起话呢 可以沟通 可以清楚 可以理解哦 老师说会这样子吗 这个不是要读书吗 跟德性有什么关系 有啦 德性跟知识一定有关系嘛 其实不是乱讲的呢 胡扇 你说你不相信中国文化这一套 你不相信东方文化这一套 你不相信儒家这一套 这不只是中国文化啦 这个不只是儒家嘛 佛教也一样嘛 这整个东方文化传统的东西嘛 你如果不信这一套 你说那西方 西方也有啊 你看到胡塞尔也是这么讲啊 柏拉图也是这样讲啊 辩正的思想 辩正的概念是整个人类知识追求的最顶端嘛 有德者必有缘 这都属于生命辩正的思想一部分 哇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谈这个东西 所以有德者必有缘 对德性生命的追求 放心好了 要也好不要也好 你自然就会把话讲出来 重点不在要讲话 重点在于 德性的追求会让生命产生必然的变化 炎是一种必然变化的外在象征 好 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